像那種有變動到牆 牆體的結構 或是甚至有影響到 現在都要求說 一定要申請這個開工指罩 而且還要貼 就是開工指罩還要貼在明顯處 就貼在門口 或是你的布告欄之類的 可是這個申請 是不是應該設計師要提醒我們 原則上我認為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因為民眾是不具有這種相關知識 應該是要給承包廠要去處理才對 像我們自己做 我們自己家裡在做這種狀況 也是都是給別人去申請的 當然業主要配合 那剛剛子晴有講到說 那如果看到工人在摸魚怎麼辦呢 對啊 怎麼辦 說不定本人來五天就做完了 順便我自己來招三天有沒有 問題就在於說 你一開始同意十天 既然你同意了 基本上就沒有太多 可以反悔的道理 但是反過來講 因為小爸爸有規定說 這個工班 也就是這個企業經營者 要提供一個合理的服務 這個合理服務就是 所以說如果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經過證明他的拖 他十天真的是拖延的話 是可以請求到賠償的啦 那不過呢 通常在這種 除了這種狀況之外 還有一個狀況 常常會產生爭議啦 就所謂的追加款 剛剛劉律師也有提到 很多房子裡面的結構 並不是一開始可以預料到的 所以可能你拆牆面 拆到一半 放在裡面亂七八糟漏水 你還是要先真理過 才可以去做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產生一個追加款 那這時候我會建議各位啦 最好在契約裡面明文約定說 如果要產生追加款 必須經過雙方同意才可以去追加 否則一般來說 依照明法規定 因為承攬的意思 這種裝潢算是承攬 承攬是指 所以說其實設計師 還有這些工班 是對於你的 要如何完成你的作業 是有一個決定權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沒有約定 這個追加款到底該不該付 在法律上就會成為一個 蠻大的爭議 那問題就像你剛剛講 如果是在漏水 那我不付他就不做 那不是整個就不能完美嗎 那就是事後協調 看你是要覺得 這個工班報價太貴 你想要另外請水電來弄 那你也是一個選擇 其實有一個事情就是說 有時候有一個東西 設計師不一定會給你 但是他手上一定會有的 你一定要跟他拿到的 什麼東西 就是 他手上一定會有時間表 設計師自己有時間表 對 施工的時間表 那為什麼一定要跟他 拿到這個時間表 他有可能會給你很粗略的 就是說幾月幾號 泥座退場 要付百分之三十 木工退場又付百分之三十 但是他怎麼知道 這一天是泥座要退場 他怎麼知道這一天 木工要退場 因為他全部排得很細 他自己有時間 所以這一個時間表 是你一定要跟他拿到的 他手上一定有 他手上沒有 他心中也有 叫他列出來 心中的時間表 心中也有 所以你知道這個時間表之後 它有幾個核心的點 你一定要進去看 大家都說 我完工之後出問題 沒有 你快要完工 再去看就已經都 來不及了 監工就對了 他就是會有幾個核心的點 首先就是說 他的工班要退場之前 你要去 對 他會跟你寫說 泥座要退場了 或者是泥座 砌磚的要退場了 所以這些時間你一定要去 那還有一個付款的錢 你一定要去看 就是他跟你說做到什麼程度 然後要付這百分之三十 你這些都已經做完了 因為有些人是工作很忙 都是靠設計師 用拍照給業主看對不對 那個拍照其實不準 最重要的還是幾個時間點 自己要去線路看 感受一下 你也發揮一下你的想像力 跟當時說的有沒有雷同 所以整件都很灰 應該怎麼辦 對啊 常常我們去了 可是不知道要看什麼 就看東人 看東人還要再喝阿比而已 因為是這樣子 有一些東西跟圖面都沒有錯 但是你進去才發現 浴室有點小 你在砌磚之後 就趕快叫它調整 還來得及 而且每個施工的單位 其實都還滿希望大家去看的 如果它好好施工的話 你來欣賞一下吧 我的磚砌砌得這麼好看 在它水泥磨起來之前 你也來欣賞一下吧 工人 你誇獎 它要做得更開心 那它知道你會去 就是說這個月底三不五十會來 它就不敢亂來 是 沒錯 而且其實他們在用的一些材料 其實也很重要 如果偷工減料 換到不好的那種劣質的 這些建材的話 還可能傷到健康對不對 是啊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 有些花錢事小 就是傷到健康真的不得了 因為像過去就是曾經有個案例 他住房子住一住 居然住到自己一個 勝得壞了 真的 真的 你只要找不到廁所是不是 是 來 找到廁所 聽我好好解釋 這是一個大概三十多歲 男性的案例 那三十幾歲其實是算年輕壯年 可是這個男生 居然他的腎越來越糟 後來確診的病因叫做 那聽起來 這個其實大家就覺得有點陌生 可是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它就是我們的腎臟 裡面有些腎絲球 它其實是我們腎功能 很最主要的一個部分 他幫我們過濾一些那個 就是代謝的廢物 這些 那如果你的腎絲球 它本來是柔軟的組織 你變硬之後 是不是 它其實是沒辦法再可逆的 對 就是不容易治療 所以那個醫師 大概問了一下病史病況之後 就覺得不太對勁 因為它沒有相關的一些可能原因 比方說有時候是病毒性 有時候是藥物的關係 有時候可能是你其他的身體的狀況 就影響 他都沒有 那這醫師後來就懷疑到說 是不是環境的因素 就有問他之前的狀況 他就說我大概是這幾年 因為新婚 然後大概四年前 他買了一個房子 然後現在是住在那個新的房子裡面 那剛住進去的時候 他是有覺得說 有一些那種化學的一些味道 醜鼻的味道 對 但是他也覺得不以為意 因為好像新房子 就是會有那些味道 所以他就一直也沒有放在心上 可是一直到身體出狀況 因為住進去 他回想大概幾個月後 他就開始 然後他的那個 因為就是男孩子的尿尿 這也很不正常了 所以是因為這樣子去看醫生 才發現有這些問題 然後就請他找一個專業公司 去現場去測 檢測 果不其然 他的這個房子 就是檢測到有些揮發性的 化合物的 對 有一些假 假全類也是超標三倍 等於他一直在 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生活 對 他說當時 他還是要求就是 跟對方在談的時候 他說對方還告訴他說 都是上等貨你放心 然後報了很高的價錢 可是像這個專業公司去檢測的時候 他就說你被騙了啦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 表面貼皮的那種盒板 所以只有表面是木紋這樣子 貼木皮的 對 那其實他會用很多的黏著劑 在裡面這些揮發物質 就是在這個黏著劑裡面跑出來 就像剛剛劉律師所說的 原則上既然我們都約定了 一個交屋期間 或是一定要裝修完的期間 在明髮上面 其實在到那個期限之前 他都可以去把它給修正 因為還沒到期嘛 你又不能說他蓋不好 可是大家就會覺得說很奇怪 我用無毒建材 超貴的 結果你的那個木櫃好了 你比預期的還往外推了50公分 那我要怎麼做 到時候你蓋完之後 我還要把它打掉 重新蓋一次 那不是浪費更多時間 浪費更多錢嘛 所以明髮中 其實有一個比較少見的條文 也比你說比較少用的條文 他說如果你在這個裝潢過程中 發現了他這樣瑕疵 比如說他的施工有疑慰 或是那個工人有delay在睡覺 這種狀況已經可以明顯到說 我知道你蓋完也會有問題 這樣的狀況就可以先發函 請他改善 那如果他不 先又做一個紀錄 對 改善 他如果在限期之內 還不改善的話 你是可以請人來幫他一起做的 那當然這個費用是有他負擔 那我之前就有個類似的案例 是這樣子 我們要做一個酒吧 那那時候 因為酒吧是一個吧台 大家應該做餐飲的會知道說 其實吧台前跟後 都有一定的距離 要量好才回頭拿到東西 結果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發現奇怪 怎麼摸一摸 要去後面拿東西 要往後走兩步 很明顯那個吧台的間區 刷太寬了 人家想給你多一點工作區域 你這樣才能玩那個 甩瓶子 才能這樣瘦 花四條瓢酒 要用中華一半就對了 那我們就先發函請公班說 這個真的很明顯有疑味 你蓋起來也是不行的 請你改善 往內推 他那是不理他 那這時候我們就直接找了一個 另外一個公班來接手 雖然是有多花了一筆錢 那可是當然還好 那個公班一進來就發現一些說 這很明顯有往外推 然後把它修整 那最後是有順利蓋好了 那其中所造成的工程延誤 還有一些額外的這個費用部分 我們當然是後來有去跟著公班求償 那剛剛大家都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在整個裝潢的過程當中 每一個階段的驗收 其實都滿重要的 那賽先生是不是可以 跟我們的觀眾朋友提醒一下 我們驗收到底要驗什麼呢 要不然我們每次都聽人家說 就帶一顆球啊 去滾啊 看地平不平 然後水管通不通的 我們都只會這種 剛才有說到就是說 設計師他心中有的 但是不一定會給你的 就是時間表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他心中有 那你剛剛還留一手耶 對 按照數據 要下去 要慢慢看 就要看到最後才能看到重點 看到最後才能學完喔 不要隨便轉台喔 就是材料表 材料表 材料表 在他的心中一定有 非常非常的細 他甚至細到連用什麼釘子都有 在他的心中啊 不然他沒辦法發標啊 對不對 他的釘子要不要用不鏽鋼的 他也都要標啊 不然目光不會去買啊 所以你拿到這個材料表的時候 你在每一個階段的時候 就跟他對一下 對 他如果真的用好材料 他很希望你去看一下的啦 日本的板材 你也來欣賞一下吧 對 所以我都拾木了 你也來欣賞一下 對 荷蘭來的 木頭什麼的 對 德國F1的 你來摸看看這樣子 不然說盯上去都油漆的 他都會看不出來嘛 對 所以每一個階段都要看 然後有一些 我們分合兩種東西 一種就是 對 剛才說 你這東西要檢查是不是 有一種就是 性能檢查 有時候在途中就要做的 比較常見的就是漏水的問題 對 兩邊就要確定一下 這個防水層次都已經沒有漏水了 所以我們再來做磁磚 類似像這樣的順序 一直一直下去的話 你到最後的煙霧 就只是瞄一下而已啦 事情都很順利 因為中間你就已經不停的 在做一些檢視跟調整 這樣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加上小鈴鐺 吻移民